今天我们要出发了 开始我们的清来之旅 往北边走 然后再带一桶 一个冰桶 里面都是喝的 到时候买个冰 去三万一来买个冰 就OK了 好 过程车了 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叫做清来温泉 对 这边已经算进入清来了 但是在这个温泉前边来的路上的700米左右 还有一个地方也叫温泉 叫什么什么温泉 我记不清楚了 700米 但是那个地方感觉好像不太正宗 因为你来到这边 来到这里空气中就弥散着那股臭鸡蛋尾 硫磺味 你看这就对了 这种就很对 你看就是天然温泉 对吧 呃 呃 然后这边 呃 然后这边 你看 有那种 架子 我呀 可以煮鸡蛋 然后当地人在会在这边卖鸡蛋 因为那边刚刚过来的那个位置 一点硫磺味都没有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看这里有鸡鸡蛋还有鸡蛋 哇 整个都放下去煮了 看马路对面也有个泉沿 那个泉沿喷的很激烈 感觉水量特别的大 然后往里面走 里面走 这边也是有一个温泉 我们过去看一下 那边就冒着一压 去里面看看吧 边上有个厕所 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泡泡脚什么的 看这里也有个温泉出水口 哇 这里空气里也是的 弥漫着一股 臭鸡蛋味 那种硫磺味 这就可以泡脚 这里可以泡脚 试一下 你们试一下 IC把鞋脱了试试水温 老婆这个水泡不泡 老婆你试一下 好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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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边 往往 往底下应该会凉一点 这里呢 我今天穿了鞋 那你就让我一试 对呀泡泡脚温泉水泡泡多好啊 我来了一年多 难得穿一次鞋 第一 真是好久没有整个脚都被包裹住了 平时开车什么都穿拖鞋 哎呀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中了哪门子鞋 穿鞋了 我不管我要试一下 还是试一试 哎呦 哇 哇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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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不行 你为什么烫死猪呢你呀 这个肯定不是 逃了逃了逃了 哎呦你别掉下去 烫 红了看到吧 这里明显烫红了 熟了 好了我们现在在这边休息了几分钟 呃上了个厕所 顺便闻了一下 臭鸡蛋味 现在我们继续往 青莱市区方向出发 呃这边到青莱市区 大概还有100多公里 将近两个小时的路 中途会路过白庙 还会路过孔雀王庙 这里还有个大温泉 在这个天然温泉边上 还有一座寺庙 这座寺庙特别的好看 但感觉这个寺庙已经废弃了 呃很有那种 印度教寺庙的风感觉 哇 看看能不能走过去 这里有一条路 是别人踩出来的 哇 这个庙感觉已经荒废了 但这庙感觉保留了好好的 哇 很像在柬埔寨 哇 哎这个好可惜的 哎我真的觉得好可惜 嗯 走再到里面去看一下 老婆不用穿裙子 这个庙已经荒废了 没人了 嗯对也是 要抱着唇 呃崇敬的心情 会不会遇到什么呀 嗯 地上好多鸟屎啊 这里感觉成为了鸟 或者蝙蝠七夕的地方 好看吧 特别好看对吧 走上去看看 这里还有个椰子 是 手透的椰子 感觉这里原来可以泡温泉 看 看 那边那个池子 有那个出水口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寺庙 为什么荒废了呀 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事 哎呀 哎呀 这里都被封起来了 加罗罗 看加罗罗 这是不让进了吗 还是不让出啊 还是不让出啊 哎呀 啊 怎么了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赶紧走赶紧走 此地不宜久溜 为什么 你看到什么都是啊 赶紧回头先拜一拜 拜一拜拜一拜 打扰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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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